大家好,歡迎收看每日焦點新聞 烏克蘭總統顧問證實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國防部長已抵達基庫 會見烏國總統澤連斯基 這次是俄軍入侵以來 美國對基庫的最高級別訪問 對於基庫希望美方提供重型的武器援助 烏克蘭總統顧問表示 如果美國不準備提供武器就不會來基庫 烏克蘭正向西方施壓 要求提供更強大的武器 對抗俄羅斯在烏東地區的軍事行動 在美國兩官員到訪之前 扎連斯基曾強調 幾乎希望美方同意提供重型武器 這樣對烏國最終奪回被俄佔領的領土至關重要 扎連斯基會見 會前在社交媒體發文稱 烏克蘭人民團結而強大 烏克蘭和美國的友誼和夥伴關係 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牢固 在第二輪投票再度擊敗了極右的國民聯盟候選人立行 成為了法國第20年來首度連任的總統 雖然選舉結果曾埃落定 但外界相信 馬克龍接下來的日子一點都不容易捱 右翼國民聯盟候選人立行的爸爸 國民陣線的創犯人 這個黨主張極端民族主義 提倡法國優先 反對文化多元化 反對經濟全球化 極端排外 反伊斯蘭教 反猶太 反移民 反難民 並且提出反代以政制的民主 擁護全民公投 和精英階層對立等極端平民化的主張 而出身中產 年輕有為 雄心勃勃的馬克龍 2017年以跨越左右之分的中間派旗號亮相 打出要復興法蘭西的旗號 他塑造了溫和和精英人士的形象 與立行所代表的極端化相反 最終他以絕對的優勢 擊敗立行成為法國最年輕的總統 但立行吸取了兩次敗選經驗後 調整策略 將國民陣線改名 把造親民和包容的形象 試圖淡化了政黨極端色彩 他大打民生太 切中了馬克龍的痛點 走入民眾當中 行話家常 了解法國人民生活有多艱難 咬著馬克龍任內 民眾的購買力下降等問題 可以說是打盡民生太 而馬克龍在過去五年期間 溫和精英的形象反而成為了他的痛點 被人冷漠和高高在上的感覺 例如他在競選時遇到選民 拉著他抱怨因為鵝骨戰時 現有價格大聲嚴重影響了生活 馬克龍叫選民將室內氣溫調低一兩度 而這位選民就立即反擊 我早已調低了溫度來捱日子 現在的問題是 我連開車出外都要考慮汽油費太貴的問題 馬克龍這次的表現和回應令人有何不食欲味的感覺 而馬克龍在五年間 亦被多次指責指他改革指向弱勢群體開刀 被冠以副人總統的名號 相比於內政 馬克龍似乎更在意塑造法國在歐洲和世界上的大國形象 無實地看外看 而立法的主張是法蘭西優先 是一種極端化的方式 排外和去集團化 甚至主張法國應該退出北約來單打獨斗 通過大選結果來看 法國選民認為 法蘭西憑一國之力難以獨自立足 團結盟友強化歐盟地位的作用 這種想法都稍佔上風 不過本來對於美國在北約的主導地位 馬克龍一直頗有微詞 他上陷初期尋求早見歐洲聯軍 試圖推動歐洲戰略自主 甚至說出北約老死亡 這些客人欲欲、聳人聽聞的評語 但是俄波衝突爆發後 馬克龍的滑船效效不明顯 法國不得不跟美國和北約站在一旁 法國離開戰略自主的夢想反而軟了一步 可以預見馬克龍險勝後 險勝連任 立旁強大的極右派勢力 以及左派聯盟 都會成為馬克龍組建新政府的難路府 從選票分部來看 5年前 2017年 馬克龍以66.1% 給33.9%的支持率擊敗了立旁 比較今次第一輪和第二輪的投票結果 可以觀察出法國的政治生態 4月10日首輪投票中 馬克龍的得票是27.6% 立旁的得票是23.4% 即是兩人的死硬支持者基本盤 沒有太大變化 到了第二輪投票 馬克龍以58.6% 對41.5%的優勢是獲勝 雖然馬克龍的取勝比率比預期大 但不投票法國選民也比預期多 其中一個關鍵在首輪投票中 以21.9% 五排第三位的左派聯盟 法蘭西不不服黨的梅朗雄在敗選後 只是公開呼籲支持者 不要將任何一張選票投給極有的立旁 但沒有明確的支持者轉投馬克龍 左派政客的取態都反映了在投票率上 根據法國的民調機構估計 在大選的第二輪投票中 法國全國的棄權票 棄權率是約28.2% 即是投票或沒有投票 這是自1969年以來最高的水平 在大選前夕 巴黎三十多個組織工會 賞萬人示威 最大的訴求是不要馬克龍 亦不要立旁 這亦反映出法國未來的內政、外交的困局 過去五年立旁一派支持率 明顯上升 說明了極端保守主張 不再是法國社會的邊緣上發 這次投票結果看來 法國的政治光譜 只是發生難以預料的變化 更有機會滑向社會撕裂 好,麻煩你和 看看本港消息 全國人大常委會 港澳基本法委員會研究室主任楊兆業表示 全國人大近年出台一系列重要舉措 包括制定香港國安法等 令香港社會重回正軌 將繼續堅持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 楊兆業表示 香港局勢一度出現嚴峻局面 反中亂港勢力嚴重挑戰一國兩制原則底線 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近年來 國兩制制度體系 企業的資助僱員人數上限為1000個 每位全職僱員的補助額為每月8000元 2022補助業計劃定在4月29日起接受申請 為期兩個星期 首批補貼最快在5月初發放 當局強調凌容忍違法個案並會加重刑罰 若僱僱的僱員人數低於僱主的自選人數 少一個就需要保護一個補助額並加一成的罰款 勞福局局長羅志剛指 計劃預料為及超過160萬名僱員 16萬名自僱人士 政府的補助資助總額為390億元 他又提到本港疫情已回穩 收入率上升 不過預料10月高峰已過 期望補助業的推出 和政府發放電子消費券等 可回復社會的信心 令經濟有力反彈 政府指 有超過500間小學 今天在恢復半日面售 學校可按校本需要 安排不同年級或全校學生復課 但每名反校學生及教職員 須於校前通過快策 黃大仙有小學開始全校復課 有教職員在校門口 指示反校學生入禮堂 取出手冊給教職員檢查體溫及快策結果 有學生進入校門後 發現未有填快策結果 獲安排在禮堂外排隊 教師職場聯繫家長 請家長到校協助學生進行快策 一年學校不少學生 無法取得教育局派發的檢測包 該校特意搜購檢測包 連同教育局的檢測包 一同向全校的學生派發 校長期望 藉此機會教育學生及家長 盡公民的責任 相信若提供檢測包 家長會更好地完成快策 港大法律系前副教授戴耀廷 連同雞蛋同盟有限公司董事 熱劍青和石手證 因2016年立法會選舉時 在《明報》及《蘋果日報》刊登六個廣告 招致選舉開支共月25.3萬港元 三人同被控四項在選舉中作出招致選舉開支的非法行為罪 戴耀廷今早在區域法院承認全部四項控罪 法官押後戴耀廷的判刑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就相關法例進行修訂 需要來定檢控方向 反沙例示威導致本土恐怖主義崛起 警方反恐特勤隊人員 一直站在反恐最前線守護香港 適逢今年七一回歸25周年 人員早已在裝備和訓練上做好準備 並且定期和其他部門進行聯合反恐演習 該支反恐王牌隊伍主管督察Brian強調 會致力確保市民歡慶回歸 反恐特勤隊早已做足準備 並以高科技入手 如有行動的需要 會出到無人機進行兇策 取代過往用人手或避心機監控 一旦恐怖分子使用無人機進行攻擊 會出到無人機作出反擊 除了裝備Brian說 同事個人能力同樣重要 因此反恐特勤隊隊員 持續提升自身的技術 例如參加課程 學習操控無人機 又基於部門日後 很大機會使用更為先進的隨身視錄機 同時需要熟悉在短時間內整理大量的資訊 以作出最適當的決定 今天的每日焦點新聞說到這裡 影片中文字幕提供 當意見到就可以提供 您的影片中文字幕提供